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发现人类并不值得自己去保护 你会怎么做呢 会去毁灭人类吗 不 你并不会 但是这个男人会 他的名字叫做Alex Mercer 大家都亲切地称他A哥 他是动视旗下游戏虐杀原型一代的主角 以及二代的大反派 A哥之所以人气那么高 同样还是因为帅 他的帅并不是体现在长相上 而是体现在衣着上 他的上身穿了三层衣服 最立层是一件白色衬衫 中间是戴兜帽的棕色围衣 最外面是一件黑色的皮夹克 下身是蓝色牛仔裤和黑色皮鞋 这样的衣着搭配 很好地体现出了街头年薪群体 自由叛逆的特点 你都不敢相信他以前是搞科研的 Alex的穿着最突出的部分 无疑是兜帽 能够遮住一部分脸的兜帽 很完美地衬托出了 他神秘冷酷的特点 再加上Alex本身话并不多 所以他总是有着一种阴暗的神秘感 突然出了一股反英雄的气质 百度一下反英雄这个词 你会发现用在A哥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虐杀原型的游戏背景是在美国纽约的曼哈顿区 街道上随处可见被黑光病毒感染的行尸走肉 以及武装的黑色守望士兵 主角Alex Mercer看起来同样受到了黑光病毒的影响 不同的是他并没有变成行尸走肉 而是获得了强大的能力 非要直观地形容这种能力的话 大概就是很黑、很红、很触须 总就是一种很有生化感的能力 这种能力使得Alex能轻松承受机箱扫射 还能通过吸收火人来补充体力 同时获得被吸收人的外貌和记忆 开飞机直接去吸收驾驶员就可以了 非常可怕 在战斗方面Alex的手臂可以变成各种爪子、刀子、鞭子、锤子 对敌人进行花石虐杀 认真起来是他还可以开启装甲能力 瞬间把自己变得又黑又硬 商业学的也没关系 街上有大把的路人可以用来吸收回去 可以说满街都是补血胶囊 而且在吸收无辜路人时你也不会有什么罪恶感 因为你知道你扮演的并不是超级英雄 相信很多玩家都体验过 用触手对路人进行疯狂凌辱的感觉 Alex甚至还有各种全屏大招 不管是实用性还是帅气程度都是非常靠谱的 尽管在游戏中你可能会被各种飞行导弹轰得爆头数算 被各种连环打入八字删得一时模糊 但当你发大招了一瞬间 你还是能感受到你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 那么他的这些逆天的能力是怎样得到的呢 其实游戏一开始玩家并不知情 甚至连Alex自己也不知情 游戏刚开始Alex在停尸房醒了过来 此时的他看起来处于失忌状态 不知道自己是谁 从哪来又要到哪去 这种时候按照常理应该先去找警察叔叔 但跑到大街上的Alex却遭到了黑色手望士兵的攻击 一顿无情扫射后他并没有死 还发现自己拥有了很多神秘的能力 比如吸收他人以获得他们的记忆 Alex决定去追踪那些应该为自己的情况负责的相关人士 并吸收他们获得记忆来调查一切事情的真相 在自己的妹妹和一名医生的帮助下 Alex一步步的接近了真相 但过程也并不是一帆风顺 各种强大的病毒感染体以及黑色手望部队不断阻碍着他 甚至连女友也为了自保背叛了他 他还不小心放走了一个叫做伊丽莎白格林的妹子 这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女孩 自称是Alex的妈妈 她的逃跑造成了城市进一步的感染 似乎她就是感染源头 不管怎么说 Alex后来确实查出了自己变成这样的原因 也查出了病毒的起源 只是这样的真相他并不喜欢 先来说病毒的起源 1963年黑色手望部队在一个叫做希望的小镇进行了一次生化实验 对居民注射了病毒 这次实验名为黑光计划 时隔几年后病毒突然爆发 除一人以外居民均被感染成为形式走容 唯一的生还者就是伊丽莎白格林 黑色手望对感染者的清除行动随即开始 他们将伊丽莎白格林带走 并用核弹将整个希望镇移为平地 他们发现伊丽莎白格林成为了天然的病毒库 病毒在他的身上源源不断地产出 时间到了1989年 Gentech组织成立 并成为了黑色手望的下属研究机构 他们重启了黑光计划 研究伊丽莎白格林身上病毒的新进化品种 也就是黑光病毒 而Alex Mercer就是Gentech组织招来的一位研究人员 这毕竟是一个竞技研究项目 所以到了后来 Gentech组织需要清理掉一些知道的太多事情的研究人员 为了活命 Alex偷取了一小瓶病毒样品 希望以此为筹码得到自保 却在车站遭遇了前来拦截的特工 走投无路的Alex在被射杀前怒摔了瓶子 释放了病毒 曼哈顿的大规模病毒爆发也就此埋下了伏笔 而部分黑光病毒进入了死亡的Alex的身体里 乍一看Alex活了过来 但其实这已经不是Alex了 它只是黑光病毒原型体 Alex Mercer早就不存在了 玩家所操控的游戏主角 是以Alex Mercer的外观与部分机器作为预设值的生命体 是继伊丽莎白格林之后的 又一个拥有自主意识的黑光病毒 因此伊丽莎白格林才会表示 自己是Alex他妈 真相绝对是令他意想不到的 Alex苦苦寻找的真相竟然是这个样子 他现在知道了 原来自己并不是Alex Mercer 他其实就是自己一直希望去阻止的黑光病毒 而真正的那位Alex Mercer 也并不是什么好鸟 正是他一手造成了病毒的爆发 一切罪孽的源头似乎都指向了自己 不管真相再怎么来的知性 但也是必须接受的事实 弄起真相后 Alex就必须想清楚 自己接下来要用自己的能力去做些什么 而这时军方决定像当初诈评希望阵一样 一发核弹诈评曼哈顿以阻止感染蔓延 Alex挺身而出 用直升机将倒数银袍中的核弹再领纽约 将其沉入水底 核弹的爆炸将它炸成了碎片 但A哥没那么容易死 吸收了一只乌鸦后 Alex再度复活 曾经作为人类的Alex 在死之前决定拉着全纽约的人一起陪葬 而这位病毒体Alex 却为了拯救别人 不惜冒着生命危险 到底谁更坏 显而易见 而女友的背叛 以及军队为了掩盖罪行 不惜动用核弹的行为 也都让Alex看到了人性的丑恶 让她意识到人类是多么的自私贪婪 人类对于自己犯的错误 只是掩盖再掩盖 实在掩盖不住了 就不惜代价毁灭掉 而刚刚出生18天的病毒Alex 却知道要豁出性命去保护某些东西 他本来可以成为一名保护人类的超级英雄 只是他并没有找到足够的保护人类的理由 见过的人越多 越是让他想要把人类从地球上消灭 于是便有了《虐杀远行2》的故事 Alex成了游戏的大反派 他的目的是清除原本的人类 把人类改造成和自己类似的变积体 Alex在一些人的身上注射了病毒 使其获得了和自己类似的能力来为自己卖命 其中一个就是二代的主角James Heiler 而Alex也正式被他阻止 Alex最后被James斩断手臂并被其吸收 他的野心也就这样被阻止 至于生命力如此顽强的A哥 到底能不能再度复活就不好说了 全看《虐杀远行3》的编剧 如果还有三代的话 关于结尾 Alex被James干掉这一点 很多玩家是不服气的 认为A哥是故意放水让James来吸收自己 以达到清楚感染者拯救人类的目的 但可惜官方剧情上 并没有为A哥做出类似的洗白 而我觉得A哥也不需要洗白 虽然他的计划看起来很坏 但却是非常合理的 所谓能力越大 责任也就越大 似乎如果你拥有了某种逆天的能力 你就得承担起保护人类的重任 但如果你发现人类并不值得自己去保护 你会怎么做呢 会去毁灭人类吗 不 你并不会 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你也是人类的一分子 而A哥不同 他并不是人类 他并不是Alex Mercer Alex Mercer只是他的一部分 他有Alex的记忆 就像他有着所有那些被他吸收的人的记忆一样 这些记忆不足为让他成为一个人类 反而这些记忆只会让他更加痛恨人类 他想要清除原本的人类 想把人类改造成和自己类似的变异体 这些计划 以人类的立场去看待的话 是非常邪恶的 带着A哥的立场去看待 是完全正确的 这就好像 我希望世界上所有的害虫病毒全部消失掉 而我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一样 关于对错 似乎只有站在食物链顶端的人类才能去定义 但A哥却是一个已经凌驾于人类之上的生命体 而且还是由人类愁陋的人性所造就的 人类是否要为此付出代价呢 对于错的定义是否需要被重新改写呢 还记得A哥被James干掉前 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吗 欢迎来到食物链的顶端